财富工具相伯 有钱人善于销售 而穷人讨厌销售 我的巅峰潜能培训 提供了十几种不同的方案 在开始研讨会的时候 通常在百万富翁思维强化班上 我们会很简要地介绍几个不同的课程 然后就向参加者提供特别的研讨会的学费和奖金 他们的反应是非常有趣的 很多人都会欢呼着弱 他们很开心听到其他课程的主题 还有些特别的价钱 但是其他人或者有一些人就不是那么高兴 他们业务被推销 无论是不是对他们带来好处都好 如果在某种形式上 你觉得这东西很像你的话 这样你要注意自己的特点 是不是在这里 是不是讨厌被推销 这样是非常重要的 厌户推销是成功最大的阻碍之一 在销售和推销的问题上 通常这些人都是心无分文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不愿意让大家知道你或者你的产品 又或者你的服务的存在的话 你怎样为你的生意或者你代表的公司创造大笔的收入呢 即使是作为一个顾员 如果你不愿意推销你的优点 不愿意去推销 你又怎样可以上另外一个阶梯呢 在推销和被销售的过程之中 的阻碍是有几个原因的 你或者知道下面的其中一两个 其中之一就是 过去可能有某些人向你推销 令到你有不愉快的经历 又或者你觉得他们逼你 去强行向你推销 又或者 他们在一个不适当的时候打扰你 或者他们不愿意接受拒绝 不停在那里说 在任何一种情况之下 意识到这些是过去的经验是很重要的 然后 看看这种过去的经验 将它们扔掉它 因为一些好处都没有的 第二就是 当你努力向其他人推销的时候 可能会丧失信心 因为那个人拒绝了你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对推销的厌护 仅仅是你对失败恐惧的体验和拒绝 再说一次 你意识到 过去并不是等同于今天 第三 就是你的问题 可以是来自你的父母的程式设定 我们很多人都被告解 自卖自夸是不礼貌的 如果你想过礼貌小组的生活 这样就做一个诚恨又不推销的人 但是 二十世间里面 当讲到生意 讲到金钱的时候 如果你不自卖自夸 我保证没有人会夸张你的 有钱人愿意向任何人乐意傾听 希望跟那些人做生意 甚至得到他们赞美 也都会告诉他们听 他们所买的东西的价值和优点 最后 有些人感到推销是低人一等的工作 但是我叫这些做子高气阳综合症 又或者是 我不能够臭味伤头的态度 这种的情况之下 感觉就是 如果大家都想要你所拥有的东西 就得以用那种方式去发现你 并且接近你 有这样的一个信念的人 是身无分文的 这样很快就会是千真万确的事 因为你觉得推销是低等的工作 推销是不好的事 他们可能希望每一个人都乐意拆下这片土地去寻找他们 但是事实上是 市场是擠满了各式各样的产品和服务的 就算你那个可能是最好 但没人知道的话 根本上不舍一体 有钱人几乎都是很出色的推销员 他们能够 而且很意愿 很激情 很狂义地推销他们的产品 服务和理念 再加上 他们善于用非常吸引人的方式 去包装自己的价值 如果你认为这样做是有问题的话 这样 让我们禁止那些女孩去化妆了 同时为了男女平等 也都要那些男士脱下西装 这样这些包装毫无价值的东西 那要你干什么呢 在长少书富爸爸穷爸爸里面 这本书是我积极推介的作品来的 因为作者罗伯特 他所指出的每一件生意 包括写书 都是依靠着销售的 他提到 他被视为唱销书的作者 而不是最佳著作的作者 前者比后者赚更多的钱 事实上是 有钱人通常都是领导者来的 所有伟大的领导者 都是伟大的推销员 要成为一个领导 你必须与生俱来地拥有追随者 和拥护者 也都意味着 你一定要有热冲的销售 激情 和推动人去购买你的梦想 即使是美国总统 亦都是不断地向民众 向国会 甚至向他自己的竞争对手 推销他的理念 以此去实现他们 在所有这一切发生之前 如果你没有先推销好你自己 这样 你也都永远不会赢得这一次的选举 简而言之 任何不能够 或者不愿意推销的领导 都不能够长久地 这样在政坛上面 在生意上面 在运动界上面 立足的 甚至乎父母都是 如果他不能够推销自己 他也都不能够当一个好的父母 我叠叠不休地说明这个原因 其实非常之简单 领导者 给追随者所赚的钱 是更多更多的 这里的要点 不是你喜不喜欢推销 而是你为什么要推销 这个是深入到你的信念层面的发掘 你真的相信自己的价值吗 你真的相信 正在推销产品 或者服务的价值吗 你真的相信 自己正在推销的东西 将接受者带来好处吗 如果你真的相信自己的价值 对需要他的人 都收藏的话 这样 是对的吗 假设你一个 很治疗关节炎的产品 你看到某些人 正在身受痛苦的自磨当中 你会不会收藏它呢 你会等个病人 去阅读你的思维吗 又或者 猜一下 你卖的产品 会不会帮到他 你会认为 忍受痛楚的人 有没有捉到他的机会 因为 他们对推销 太过害羞了 胆小 又或者太冷静 所以你不能够 将你的产品 推销给他们 其实通常是这样的 在推销方面有问题的人 对于他们自己的产品 是没有信心的 或者他们对于自己 都是没有信心的 所以对他们来说 很难想尽其他人 都会对自己 对自己的价值 对自己的产品 产生信心 他们很难以任何的方式 和每一个人 或者和志同道合的人 去分享 如果你相信自己提供的东西 真是能够帮到大家 这样 就尽可能让更多人知道 这是你的责任 即使你不能够帮助别人 你可以 而且 你还可以因为帮到人 而有钱起来的 好了 现在又是宣言的时间 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心口里说 我以激情 和狂热 向别人推销我的价值 好了 再用手摸住你的头说 我又百万富翁的思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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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